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对战视频 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千针鱼 说是千针鱼 实际上他这个针只有12根 我数过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想说 他这个技能跟他这个名字一样不靠谱 就说第一个技能致命针刺 这个基础威力只有50 还不享受本系加成 这根本没法打嘛 人家白马雷冠王130威力的 专属技能没有副作用 都没有好意思给自己起个名叫致命血毛 不过吐槽归吐槽啊 他这个技能还是有他的可取之处啊 那就是假如说我们用这个技能 拿下对方一个人头 那么我们千针鱼的物攻将会巨幅提升 究竟千针鱼能不能够完成这样一个战术 我们就废话少说一起进入今天的实战对局 好了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比赛的现场 对方首发派出的是他的闪电鸟儿 而我方就是派出雷基洛克与进战 可以看到这个闪电鸟儿是一个压迫感特性啊 呃这个首发开局对于我方来说是比较有优势啊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先撒个眼钉 对于我们这个战术来说能不能够成功的撒出眼钉将是我们获胜的关键 好了可以看到这边对手直接换下了闪电鸟儿 换出了则是当今四大神兽之手 凤头一时无两的猖响 他这个不挠之间一出场就自动提升一段物攻啊 那是相当的霸道 那看回到我方这边雷基洛克则是不紧不慢的布下了堂堂正正的隐形员啊 这一回合的话我们就给他来个投资把电鸟投给他让他麻痹 这里猖响虽然作用先手权而且钢属性克制我们岩石属性 直接哽之就是一发巨兽斩赐后 哎哟我的妈这掉血速度也太快了 这个物防高达200的岩神柱也招不住啊 但是好在我们依靠杰石特性顶得出来反手就是一个电气球 稳稳的正面命中苍响 在造成微小重创的同时让这个苍响陷入了西亚娥麻痹症啊 形其至此咱们岩神柱的使命算是完成了啊 咱们就直接大爆炸退场就完事了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咱们岩神柱一个大爆炸退场的同时 最好是不要把对方炸死了而是炸进一个刚好残血的状态 但是好巧不巧现在面对的是这个苍响 也就是说咱们这一炸可能是没有伤害的 只求一个安全退场 哎呀这麻痹不能弄有点败人品啊 呃那么现在的话咱们需要派出的是 我们的神兽燕白球雷姆啊 可以看到现在苍响的血线还非常的高啊 永远高出我们千针与致命针刺的斩杀线啊 咱们现在派出球雷姆可不是乱派的啊 显然是有备而来 呃这里的话需要考虑他的苍响要不要保 也就是说他现在换人的概率高不高我觉得不高啊 他后排除了炎帝都干不过我们的球雷姆 正常情况下啊 所以说这里我直接挺住一手啊 且看对方如何出招 虽然说咱们亲手给他上了小儿麻痹症 但这里我要为对手祈福祝福他一定不要麻痹不能动 好了漂亮这边对手苍响成功的使出了巨兽斩了顶住的压力 虽然说他脚麻了但是他的嘴还没有麻 依旧是能够以嘴叼剑给我们砍成了一个残血状态啊 好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直接给他来一个蛮干 现在这个回合非常的关键啊 无论是对于我方还是对于对方来说都是非常关键 他如果选电光一闪我就希望他麻痹 他如果没带电光一闪我就希望他不要麻痹 好了回到比赛这边我方球雷姆直接一个蛮干 将对手昌翔干进了一滴血 对手昌翔也干得非常漂亮 在关键的时刻没有掉脸子 依旧是稳稳的使出了巨兽斩将我方球雷姆斩落马下 这一波咱们球雷姆也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明明可以靠严真吃饭 但是他就选择了跟千真鱼这种长得非常醋的人打下手啊 这个思想境界就非常的不一般 好了说话先咱们千真鱼已经来到比赛场上 现在对手是一个麻痹 残血的昌翔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直接致命争刺 好了现在由于场上存在隐形炎 昌翔闭之无疑 按错致命争刺 一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是不会换下啊 除非后排的精灵会有那个雏丁的技能啊 好了这边咱们回到比赛 咱们千真鱼直接一个致命争刺将对手的昌翔斩落马下 与此同时获得了这个物攻加三的buff 变成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大杀机啊 好了可以看到对手的闪电鸟再次回到比赛场上 此时时刻对手应该在窃喜啊 虽然咱们千真鱼拿到了这个物攻巨幅提升的buff 所以这时候我们需要开启雨天来拿到先手权 咱们这一回合需要依靠气势披带来完成这个速度线的逆转啊 好了可以看到这边对手进行了极具化的操作 但是他应该还没有意识到他即将成为一具尸体啊 这一回合对于我方来说 杀不杀掉这个闪电鸟儿都无伤大雅啊 只要开启了雨天 咱们有先手权 那么节奏就近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好了这边我们双方极具化终于是完成了啊 对手先行出招直接一把极具闪电攻击了过来 直接给我们千真鱼造成一个重创 好在依靠这个气势披带强行顶住还剩下最后一滴血 只要能够活下来我们就有出手权 我们只要有出手权就能够杀人了 还是一个生命域的闪电鸟儿啊 那就说几句谁了 终于轮到我方表演了啊 去吃把闪电鸟儿好的直接一发入魂 一招毙命 将对手极具化的闪电鸟儿 沾落马下 与此同时还将这个场上的天气 改变成了雨天啊 再配合千真鱼的悠游自如特性 这一个回合可以说是做了太多的事情了 水系威力增加 速度也翻倍 好了那我们回到比赛 这边对手排球了他的最后一只精灵拉地游斯 那么游戏结束了呀 游戏结束了呀 这严丁一个进去 他这个就算是气势披带也顶不住 现在咱们千真鱼 物攻加三啊 雨天下速度翻倍全场最快 这根本拿不住了呀 这是我今天最后一个技能 极具重鼓 很少有人会点这个技能啊 极具重鼓动画让我们来重温一下 好的 千真鱼 哇帅呀漂亮 钱真鱼表示再来十个我要打十个 那么依靠钱真鱼的强势发挥我们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好了各位观众欢迎来到比赛的现场 这边对手首发派出了他的这个五道雄师 二师傅一击流大师 而我方则是派出雷吉洛克 岩石神猪与这一战 呃这里的话咱们虽然说属性上被克制啊 但是根本不慌啊直接投资一个电气球先把他麻痹了 依靠坚实特性强行吃他一个技能 然后反手撒出眼钉就可以完成任务啊 好了这边对手二师傅直接使出了近身战 虽然惨招克制但是我们的延伸柱非常的刚啊 就硬生生的扛下了这一发攻击 连接时特性都没有触发 与此同时反手就是投资一个电气球啊 从皮卡丘那里借来的电气球 在破掉潜在七腰的同时啊 还麻痹了对手 接下来就是撒岩钉啊 限制对手这个交换的操作 这边二师傅想通过突袭来蹭点伤害 然后我们根本不理他啊 直接这个闲庭信物的布下了堂堂正正的隐形眼 这里直接描选大爆炸 根本不用思考啊 这都是常规操作基本套路 对手也表示我就点突袭点到死为止 那我也没办法拦不住啊 我在场上跟他消耗下去也没什么好处捞不到什么好处 浪费我时间了 啊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派上 这个球雷姆啊 他这个二师傅是有突袭的所以不太好搞他 想办法直接给他秒了得了 然后看他后排是什么再看 走一步看一步吧 好了那我们回到比赛这边咱们球雷姆来到了比赛的场上 面对的是一个麻痹的恶师傅啊 啊那么现在我们就 先不跟他着急啊 现在挺住的话其实不好 咱们来一个替身 试探一下说不定他会换人 毕竟现在恶师傅的血量还挺健康啊 就是麻痹而已 好了我们先造出一个替身 恶师傅直接跟我拼了啊 不要命啊 直接近身战打了过来 那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恶师傅是 事实如归啊 没有撤退可言是不是 哦那么现在对手这个恶师傅连续两发近身战 双方都没有了 这样没有了我们这个 冷冻干燥应该是稳定击杀 刚才下降一个等级的时候我估计都可以直接秒了 咱们 球雷姆什么力度啊特攻天花板的级别 冰冻干燥 而且这个恶师傅也不以特耐见长啊 那么就直接将这个恶师傅斩落马下 将场上的比分追成了1比1平啊 那就稍事休息看看对手的第2只精灵是什么 好了可以看到这边对手派出了他的第2只精灵 极力弹 可以说是所有特攻手的恶梦啊 但是我们不慌啊 先开替身继续开替身自己把自己的血线压下来 然后再找个机会突出冷箭 一个蛮干将他这个极力弹的血线给压得非常低距低 然后让我们的千针鱼来收割 好了这边对手左无视右想右是左想终于是完成了他的操作啊 最后还是决定升一升弹 啊 跟我们消耗一波 反而我们根本不管他 这个在对面看来我们这个替身应该是躲电磁波啊 那这里我们直接冷冻干燥给他照一照 顺便驳一个那个冰冻效果如果出冰冻效果的话 啊那就非常棒 如果出了冰冻效果我就直接给他冰死 然后再看他最后一支是什么再来决定要不要忙干他啊 反正只要咱们这个 试托果仙制果还在 就有机会 不着急 好了那么回到比赛这边我方先行出招直接一发冷冻干燥 看看能不能造成麻痹啊 哎呦这伤害真低而且没有麻痹 我去这边对手直接来个唱歌隔着替身把我给睡了我的妈呀这也太素质了 这什么配置啊这都是 唱歌几粒弹都来了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恐怖了 那我也没办法这里 没什么好想的直接就是点呗就期待着醒来的那一天到来 好了这边对手这个技能都漏完了吧 漏了三个技能地球上头唱歌还有这个生蛋 最后一个是啥不知道 醒醒醒醒醒球内母哎呀呼呼大睡 啊可恶啊 对手吉利弹则是再次使出这个地球上头啊 给我们造成了50点伤害 好的现在咱们还剩51滴血啊非常的好啊 现在点一个冰冻干燥吧先不要暴露我们的蛮干 现在比较有意思的是咱们一个替身的血量是50滴血 他一个地球上头的 伤害也是50点血 哎呦这对手最后一个技能居然是隐形炎 没想到对方来了一手以奇人之道环师比身哎呦我的妈呀 现在我们球内母倒是下不去了啊不过他醒来了直接一个冰冻干燥 哎呀还是没有冰住啊 对手吉利弹就是很聪明啊 来走了一步停招啊不知道他想干啥 这里话就比较关键了啊我不要替身的替身他反正可以睡我们 他没带电磁波的话 还是继续冰他 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替身被他睡的话就非常难办了 我们只能不断的冰他求一个冰冻 他如果地球上头我们的话我们就 还剩一滴血然后再瞒干他让他来帮我们压血线 这样的话就不会特别刻意不会刻意的话对手就会疏于防范 呃这边对手自己给自己奶了一口那么的话我们继续冰他 现在就要给他一种错觉就是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薄一个冰冻 这样的话对手就会想办法阻止我们 也就是说他会尽快的想把我们杀掉 没错我觉得我这一波分析直接在第八层啊 好了就冰冻干燥 你怕不怕我直接给你冰起来 好了这边对手使出了地球上头啊 这一波控血我直接无敌了啊 一滴血 充满干 现在这个节奏就非常好啊 他刚奶了自己一口现在血量非常的健康 那么他不想继续被我压血线那么他会尽快处理掉我们球列母好的 我们球列母一个蛮干将这个几乎满血的吉利弹打进了一个还剩一滴血的状态 而且对手一个地球上头将我们斩落马下 其实是帮助我们退场啊 好的现在轮到我方千针鱼的表演啊 千针鱼就决定是你了 好了各位观众现在我方千针鱼已经来到比赛场上 哈哈哈 他面对的是还剩下一滴血的残血吉利弹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致命真刺了 现在我们只能够 趁这个机会来 直接急剧水流啊 直接急剧水流 开启雨天拿到先手权 现在他的吉利弹也是废物一个 根本没有机会换人 他如果换人就直接吃我一发急剧水流 那显然是不科学对吧 那么他只能热魔宰割 假如说他吉利弹没有撒出那个盐钉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致命真刺 但是他撒了盐钉 我们没有办法依靠70匹带来抢一个回合叉 那就只能先打急剧水流啊 好的 急剧水流 我非常棒 这个动画刚好是从他的嘴巴里喷出来的 比那个水剑龟的强多了 水剑龟的不对准炮筒了对准那个肚脐眼的 好了那么我们成功的将这个吉利弹 斩落马下 同时开启了这个雨天啊 现在咱们牵着鱼全场最快 没有人能够超出我们 看一下他最后一支是什么 他最后一支 是这个闪燕王牌 那这不是赢了吗 我还以为是苍想的 我还担心一个急剧水流能不能够秒呢 哎呀那这闪燕王牌的话 那这不是送吗 这不是送人头吗 他讲究头戴 这个突袭暴击能不能够秒我们 不知道 没试过这么干 但这边他选择几句话的话 那就彻底宣告那个 投降了可以说是 因为几句话就没有出手权了 他没有出手权 就说他是火焰戏 那火焰戏被我们雨天下的水戏本戏 急剧水流打一炮 他能顶得住吗 他顶不住 急剧水流 直接一发入魂将这个刚刚急剧化完的闪燕王牌 沾落马下 急剧化了个寂寞 好了那么我们这个千针鱼 继续是这个杀疯了啊 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 艺术 是